你是不是覺得我很精神? 很久很久沒有睡 連續睡兩晚 沒有人不用照顧爸爸 我爸媽媽媽有三個兒子 三個媳婦 九個孫 昨天有個男孫來到 媽媽 是輪到我時間照顧爺爺 媽媽說你哪懂得照顧? 她說伯父就是我 伯父是大兒子可以 我是大孫也可以 我昨天跟我太太說 說我的兒子 即是我爸爸媽媽的大孫 說一個年輕人有機會照顧一個老人 這是一個福報 我太太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尤其是你用心出來 這個福報不是做了某樣好事 將來有好報 在佛教這個福報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在佛教裏面 佛在心中 所有東西都是向內 所以我們有分內和愛 我們常常說愛道和愛道 所謂愛道不是邪道 只不過是心愛求佛 我們心內求佛 其實這個福報是清淨的意思 如果你能夠慢慢去照顧一個老人 而在照顧一個老人裏面 你不給自己的情緒來騷擾你的 這個就是福報了 意思是你能夠有這個機會去訓練自己的清淨心 這個平常心 這件事重要 上個星期五 我看陳老師講經的時候 講過這個蓋魔 這個蓋魔 也講過這個心所裏面 所有的不善的念 總括起來我們叫做不蓋 中國人改的字 真的很厲害 這個蓋字在巴里文 在梵文沒有 是我們中國人改出來的 什麼叫蓋 講得不好聽 就是棺材蓋的蓋 什麼意思 三分四 現在的天氣一日好 一日不好 分別不是太陽 太陽就是佛心 而遮住佛心就是黑雲 那些叫做蓋 這個蓋 這個蓋 如果你有機會做臨忠 看到一個老人家 在走最後那小小路的時候 那五蓋就出來了 是很可怕的 所以佛教講 一念之差 真正的 臨老的時候 一定要有個技術 怎樣去降伏這個蓋魔 如果不是這個蓋魔 就是棺材蓋 就這樣蓋住你去 真的 那怎樣離開這五蓋 就是師傅的很簡單的技術 把你的注意力 等在身體 當你動態的時候 學會怎樣等在身體 就將它等在呼吸 很有趣的 你在網上見人教人家放鬆 你看著它 它越放鬆越緊張 因為人是不懂得放鬆的 你唯一可以放鬆的 就是將那個助力等在身體 無論等在手也好 等在心也好 等在呼吸也好 一定要學這個技術 如果不是你脫離不了五蓋 那個就是這個棺材蓋 講得不好聽一句就是這樣 這個禮拜是2021年最後的禮拜 陳律師說 我們都做了三年運動 有三年了 英文班都做了很長時間 但是真真正正多學生 是今年年初開始 現在有三百多個學生 但是我們提倡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英文班裡 被我們提倡的是什麼呢 其實提倡的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化 是中國人的文化 是中國人才有的 中國人不是一個戰鬥的民族 很多民族是戰鬥民族 中國人是一個和諧的民族 這個中國這個字 中國這個字是孔子講出來的 孔子有一次問 那些學生問 老師什麼叫做疑人 疑人就是中國人 就是在外面關外的人 總之說 如果你進來 守我們中國人的禮儀文化 你就是中國人 你在外面守疑人的文化 你就是疑人 意思就是孔子的界限 不是在長城那裡的 它是在這個禮儀和文化裡 而這個文化就是和諧的文化 其實我們星期六的英文班 那個用意是很深的 就是能夠在這個身體的和諧 給這些在西人 感覺到原來我們在這個宇宙存在 都是要和諧 你看看我們幾千年中國人住 我們是沒有破壞到地球的 我們的生活方式幾千年都是很和諧的 懂得如何去保養這個地球 是在近來這幾百年 這個西方文化開始的時候 我們才對這個地球創破壞 破壞到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回頭 在這個時候 能夠把這個和諧的文化 帶去這個西方世界 是很重要的 而我們的方法就是身體 所以我們自己是中國人 中國人 我們就要明白 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最後都是這個和諧的文化 而這個和諧 它在裡面說的是陰陽的和諧 是五行的和諧 說的是金木水火土 心肝脾肺神 好了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講這個心肺功能 和脾肺的分別 心肺和神 我們叫做陽氣 這個脾肺和胃和神 是叫做陰氣 那麼現在我們開始做這個關節操 做這些是在陽氣方面的 尤其是這三條經絡 這個心肺和心胞和肺 一直進來接著這個神 這個叫做神陽氣 好了 我們來到這個肩膀和頸 這個肩膀和頸 它是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 為什麼做這個位置這麼重要 第一它是關節操的一部分 由這個手腕、肩膀、頸 頸都做到頸 就是肩膀做到頸的時候 它經過這個位置 剛剛在肩膀和肩膀、頸和脊椎之間 這個是關節操的一部分 另外它也說血氣 這個肩膀上去的時候 如果這個阻塞 這裡就有些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人的壓力 很多時候心情 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它會織在這裡 織在這個肩膀 所以這個是真故事 這個是我自己的故事 1995年 我就開始離開大學 在大學教了九年 我就離開大學 就自己做生意 自己做生意的時候 就開始 那時候初初的時候 就不太懂得做生意 做得不太好 不停不停沒有經費 自己的錢就用完了 那就要出去找別人投資 那時候不是很懂這個行業 不是很懂的 慢慢學慢慢學 有一次 找到一個人肯投資 肯投資 那 講好了 講好了條件 講好了 他跟我們投資的時候 他買股 那股每一股是多少錢 跟他講好 三毛錢一股 很少錢 但是加起來都幾百萬 那想著搞定了 寫好簽名就可以了 誰知道突然間他跟我說 Danny 我覺得呢 三毛錢貴得一點 兩毫半 意思是 臨到最後他要減價 那時候 真的不夠經驗 不是很夠經驗 做生意不是這樣的 做生意和做人是不同的 做人有做人的宗旨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宗旨 兩樣是不同的 沒有關聯的 那時候不明白這件事 就覺得 你臨到最後才欺負我 明明講好三毛錢 現在你有減價 那我就說 不行 那她說 我不行就算了 那就叫我走了 哇 我回到來 我那時候的公司在羅省 我回來三毛錢 老婆已經知道我已經架破 微微沒有人亡 那些錢都沒有了 幾十萬了自己 幾十萬了自己的錢 都拿出來 那時候很慘 那時候欠債工人幾個月的錢 以為可以搞定 誰知道就是因為 自己這個所謂的忠旨 過不到這一關 回來的時候 沒有了錢的時候 那我醒醒的時候 整條頸會被蓋起來 我從來沒有試過 從來現在都沒有這個 是痛到你不信 好像人家 把一個保齡球 躉在你的頸裡 燒烤到緊緊緊緊緊 直成這樣 嘩!痛到我很厲害 原來一個人的壓力是去到這裏的 真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是很著重這個位置的 我們慢慢坐好 拉著背脊 打著肩膀 放鬆自己 一定要放鬆 放鬆 放鬆的意思是怎樣 將助理 等待身體 等待呼吸 不要讓腦子通道去 接著我們又回到這個坐姿 這個坐姿 我說這個和諧是很重要的 這個坐姿是跟天地之間的和諧 我們坐好 四平八穩 手放鬆 背脊拉著 肩膀打開 放鬆的肩膀 額頭向後 下巴向下 然後身體向前 好 接著回來的時候 盆骨向前 盆骨向前的時候 身體才向後 你感覺到這個腎上腺 腰上有一點點壓力 然後一直向後 向後 向後 好像就想跌的時候 如果你旁邊有個鏡 你看看鏡 你知道 這個時候 頭殼頂的白灰月 和脊椎是成直線的 我們在這裏 我們就叫做天和地之間的和 它是融合了 所以叫做天地人 拿右手出來 又同樣了 把注意力等到掌心 不要離開它 你一離開它 你就把蓋蓋住了 其實我們是魔來的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魔是甚麼 你就是魔來的 我也是魔來的 我們不是魔 不會在這裏出現的 我們是魔子魔孫來的 是不是 我們常常說 萬般帶不走 唯有葉隨身 這個葉魔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它會跟著你的 意思就是你離這個世界的時候 它會跟著你的 沒有這個葉 你不會在這個三解六道那裏出現的 你根本就是魔字魔孫 能夠離開這個魔 離開這個蓋魔 一些都不容易的 一點都不容易的 所以我曾經說修行的四難 哪四難 得到這個人生很難的 很難有機會得到這個人生的 很難有機會有一個好的老師在你出現的 就算你有這個人生 有這個恩怨 有一個老師指導你 你真真正正去離開這個蓋魔 是非常之難的 所以修行是很難的 能夠離開這個蓋魔 一些都不容易的 所以要好用功 不是為何要這麼多人會持你 少一個都不可以 這個就是我修行的秘訣 口訣 別說秘訣 口訣 就是呂洞斌的一首詩 一日清閑 身自在 什麼叫清閑 清閑不是不做事 做到很忙 都可以有清閑的 清閑的意思就是在24小時裡面是無憎無求 這樣叫清閑 身自在 不是只自在在這麼簡單 而是不停不停把助力等到身體 知道自己的存在 無論是身體 是手 心 腳 心 無論是呼吸 不要離開這個身體 一離開這個身體 你就跟著那個蓋魔去 然後就是六神和合 慶平安 這個六神就是十六條 十二條經絡 打通了它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很好 接著我們叫做 單斷聚保休沉渡 做完這十二條經絡 回到任督而默 任督而默就靠單田呼吸 單田呼吸就是養神氣 在這裏就是修天 師傅有一句很厲害的 修天不生天 修天不生天 修天不生天的意思是甚麼 我們修行的時候要拿一個清淨 這個清淨就叫做天 無論是欲戒天也好 梵戒天也好 修是要講清淨 但是它不生天 修完之後我又回來而已 這是這樣的意思 最後那句比較深奧一點 就是 就是預警無塵莫文禪 意思就是說 所有外面的景 景就是上 不取相的時候 你就離開這個蓋摩 能夠離開這個蓋摩 這個就是修行 對我們要拜託一下 而且就是修行的 環節実在上